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沈夫人的议症越发严重 还频繁抄写金书长驱寺庙 沈夫人将抄好的金书还有发簪交给了沈乐清 沈乐清随即开始临摹沈夫人的笔迹 又到沈廷章去卫阳湖赴约 你娘说 回到卫阳湖借我们 卫阳湖 王子金表示刘易康已为他和沈职证婚 王公也只好应允 沈黎哥回家探亲在即 特来和刘易康亲密相伴 刘易康主动为他打点物品 大方搬出府内所有西市之宝 齐花一草 任其随便挑选 小心趴在门外偷听 感叹日后也要嫁给这样的男人 惹得三宝吃醋 幸好许瞻出面才得以化解矛盾 此日沈黎哥携带后礼回府 和众人一同准备迎接沈廷章和沈职 沈丰迟迟不见父兄回来 索性前往驿站迎接 可沈夫人却受沈乐青挑唆 对沈黎哥冷言相向 沈黎哥只好自我安慰 王子精特意装扮自己 期待沈职归来 此刻沈亭章和沈职 却在未央湖畔中了埋伏 遍体鳞伤 需求将剑架在沈职脖间 逼迫沈亭章下跪求饶 沈职不愿见父受辱 便紧握王子精信物 文景自尽 沈职赠予王子精的发簪也突然断裂 似在暗室 沈亭章悲痛欲绝 紧紧把沈职抱在怀中 薛求紧接缓缓走来 将沈亭章一箭刺死